第四十五回 晋香功莫催拜秦 先元帅免咒殉敌 话说中军元帅先枕 以备之秦国习政之谋 遂来见香功曰 秦为简书百里熙之见 千里习人 此不言所谓 由蜀熙来 悦我原强者也 及积之不可施 鸾之禁曰 秦有大会与我先君 未报其德而罚其施 如先君和 先诊曰 此政所以祭先君之志也 先君之丧 同盟方吊序之不暇 秦不加哀敏而兵月无尽 以罚我同性之国 秦之无礼甚矣 先君亦必含恨于九泉 又何德之足报 其两国有约 彼此同兵 为正之意 备我而去 秦之交情亦可知矣 彼不顾信 我岂顾得 鸾之又曰 秦未犯无敬 积之无乃太过 先诊曰 秦之恕无先君于尽 非好尽也 以自服也 君之霸诸侯 秦虽面从 心识济之 仅成丧用兵 明其我之不能避正也 我兵不出 真不能矣 习正不矣 事将习尽 燕曰 一日纵敌 数是一央 若不积秦何以自立 赵崔曰 秦虽可及 但无主善快之众 巨星兵阁 恐非居丧之礼 先诊曰 礼 仁子居丧 秦楚山快 已尽孝也 简强敌以安设计 孝赎大焰 诸卿若云不可 臣请独往 虚臣等皆赞成其谋 先诊遂请相公催莫至兵 相公曰 元帅廖秦兵何时当返 从何路行 先诊屈指算之曰 陈廖秦兵 必不能克正 远行无忌 事不可久 总计往返之期 四月有余 初夏必过免池 免池乃秦晋之界 其兮有萧山两座 其东萧至于西萧 相去三十五里 此乃秦归必有之路 其地树木丛杂 山石层冷 有树处车不可行 必当解餐下走 若扶兵于此 出其不意 可使秦之兵将 尽为俘虏 相公曰 但凭元帅调度 先诊乃使其子先且居 同屠姬引兵五千 伏于小山之右 后秦兵到日左右加攻 使狐眼之子胡叶姑 同汉子于引兵五千 伏于西小山 欲先砍伐树木 色其归路 使梁瑶弥之子梁红 同来居引兵五千 伏于东小山 只等秦兵进过 以兵追之 先诊同赵崔 鸾枝 须臣 杨厨甫 先灭一班宿将 跟随沁香公 离小山二十里下寨 各分队伍准备四下接应 正是 整顿窝弓射蒙虎 安排香尔钓鱸鱼 再说 秦兵于春二月中 灭了华国 掳其资重满载而归 只为习政无功 指望以此赎罪 时下四月初旬 行及免池 白衣炳言于孟明曰 此去从免池而息 正是小山险峻之路 吾父尊尊盯主谨慎 主帅不可轻忽 孟明曰 吾驱迟千里 尚然不惧 况过了小山便是秦境 家乡秘尔缓即可逝 又何律在 西起竹曰 主帅虽然虎微 然甚之无师 恐尽有埋伏 促然而起 何以遇之 孟明曰 将军未尽如此 无当心行 如有伏兵 无自当之 乃前小将包满子 打着元帅百里齐号 前往开路 孟明坐第二队 西起第三队 白蚁第四队 相离不过一二里之城 却说包满子 惯使着八十斤重的一柄方天画脊 抡动如飞 自卫天下无敌 驱车过了免池 望西路进发 行至东小山口 忽然深奥离古生大镇 飞出一对车马 车上立着一员大将 当先拦路 问 如是秦将孟明否 无等候多时矣 包满子曰 来将可通姓名 纳将答曰 无乃晋国大将 来居士也 满子曰 叫入国鸾枝未抽来到 还斗上几何戏耍 如乃无名小卒 何敢拦无归路 快快闪开 让我过去 若迟慢时 怕你挨不得我一击 来居大怒 挺长歌 劈胸刺去 满子轻轻拨开 旧事一击刺来 来居急闪 那急来势太重 就刺在那车横之上 满子将挤一脚 把横目折作两段 来居见其神勇 不觉赞叹一声道 好孟明 名不虚传 满子哈哈大笑 曰 我乃孟明元帅布下崖将 包满子便是 我元帅 岂肯予如鼠背交锋也 如速速躲避 我元帅随后兵道 如无教类矣 来居下的魂不附体 想到 崖将且如此英雄 不知孟明还是如何 碎高声叫约 我放入过去 不可伤害吴君 碎将车马约在一边 让包满子前队过去 满子急差军事传报主帅孟明 言 有稀小禁军埋伏 已被无杀退 可速上前和兵一处 过了小山便没事了 孟明得报大喜 遂崔赞兮起白蚁二军 一同进发 且说来居引兵来见梁洪 胜术包满子之勇 梁洪笑约 虽有经教 已入铁网 安能失其变化哉 无等按兵悟动 似其进过 从后屈之 可获全胜 再说 孟明等三帅 进了东小 行曰树里 地名上天梯 堕马崖 绝命炎 落魂箭 鬼愁哭 断云玉 一路都是有名的险处 车马不能通行 前少包满子已自去的远了 孟明曰 满子已去 了无埋伏已 吩咐军将 解了配索 卸了甲咒 或牵马而行 或扶车而过 一步两跌 背极艰难 七段八续 全无航武 有人问道 秦兵当日出行 也从小山过去的 不见许多奸祖 今番回转 如何说得嫩般 这有个缘故 当初秦兵出行之日 乘着一股锐气 且没有进兵阻拦 轻车快马 缓步徐行 任意经过 不绝其苦 今日往来千里 人马俱疲困了 且掳掠得华国许多子女金箔 行装重置 况且遇过进兵一次 虽然应过 还怕前面有福 心下慌忙 背加监阻 自然之离也 孟明等过了上天梯第一层显爱 正行之间 隐隐闻脚鼓之声 后队有人报道 进兵从后追至已 孟明曰 我既难行 他亦不亦 但愁前阻 何怕后追 吩咐各军 速速前进便了 较百以前行 我当亲自断后 已欲追兵 又没过了断马崖 将近绝命言了 众人发起喊来 报道 前面有乱木色路 人马俱不能通 如何是好 孟明想 这乱木从何而来 莫非前面国有埋伏 乃亲自上前来看 只见盐旁有一碑 捐上五字道 文王碧语处 碑旁树立红旗一面 旗杆约长三丈有余 旗上有一禁字 旗下都是纵横乱木 孟明曰 此是宜兵之计也 事已至此 便有埋伏之所上前 遂传令 教军士 先将旗杆放倒 然后搬开柴木 以便跋涉 谁知这面禁字红旗 乃是伏军的记号 他伏于严谷辟处 望见祈岛 便知秦兵已到 一旗发作 秦军方才搬运柴木 只闻前面鼓声如雷 远远望见 惊奇闪烁 正不知多少军马 白衣炳且较安排气械 为冲突之计 只见深沿高处立着一位将军 姓胡 名叶姑 自甲纪 大叫道 儒家先封包满子 已背负在此了 来将早早投降 免遭屠戮 原来包满子侍永前进 堕于陷坑之中 被禁军将挠沟搭起 绑腹上求车了 白衣炳大惊 使人抱之西启竹与主将孟明 商议并利夺路 孟明看这条路径 只有持续之阔 一边是威风俊时 一边临着万丈深息 便是落魄见了 虽有千军万马 无处斩尸 心生一计传令 此非交锋之地 叫大军一起退转东小宽斩处 决意死战 再作驱逐 白衣炳奉了将令 将军马退回 一路闻筋骨之声 不绝于耳 才退至舵马崖 只见东路旌旗 连接不断 却是大将梁洪同副将来居 引着五千人马 从后一步步袭来 秦军过不得舵马崖 只得右转 此时好像蚂蚁在热盘之上 东选西传 没有个定处 孟明叫军士 从左右两旁 爬山越西 寻个出路 只见左边山头上筋骨乱鸣 又有一只军站住 叫道 大将先且居在此 孟明早早投降 又便隔西一声炮响 山谷巨硬 又竖起大将应虚的旗号 孟明此时 如万箭传心 每百步一头处 军士们分头乱窜 爬山越西 都被进兵斩获 孟明大怒 同西起百蚁二将 仍杀到舵马崖来 那柴木上都掺有硫磺燕消引火之物 北韩子鱼放起火来 烧得烟腾腾 烟杖弥天 红赫赫火星洒地 后面梁红军马已到 逼得孟明等三帅叫苦不迭 左右前后 都是进兵不满 孟明为白蚁炳曰 辱妇 真神算也 今日困于绝地 我死必已 你二人便福 各自逃生 万一天性 有一人得回秦国 造之无主 兴兵报仇 九泉之下亦得吐气 西起竹白蚁炳曰曰 吴等生则同生 死则同死 纵使得拓 何面目独归故国 严之未已 手下军兵 堪堪散尽 尾气车杖器械 连路堆积 孟明等三帅无计可施 聚于言下 坐以待赴 进兵四下为果将来 如馒头一般 把秦家兵将 坐个担子 一个个束手授秦 杀得血乌溪流 失衡山境 披马之轮 一些不曾走漏 然翁有诗云 千里雄心一旦徽 西小无腹之轮回 修夸晋帅多奇迹 简书仙层堕累来 先且居珠将 汇集于东小之下 将三帅及包满子 上了囚车 俘获军士及车马 并华国 掳掠来许多子女玉伯 尽数借到进香公大营 香公催莫受服 君中欢呼动地 香公问了三帅姓明 又问 包满子何人也 梁洪曰 此人虽则崖将 有奸人之勇 来居曾施力一阵 若非落于陷坑 亦难致腹 香公骇然曰 既如此小勇 留之恐有他便 唤来居上前 如前日战书与他 今日在寡人面前 可斩其头以泄恨 来居领命 将包满子赴于庭柱 手握大刀 方欲砍去 那满子大呼曰 如是我手下败将 安敢犯污 这一声 就如同半空中起个霹雳一般 污语巨震动 满子就呼声中 将两臂一撑 马索锯断 来居吃一大惊 不绝手颤 堕刀余地 满子便来抢这把大刀 有个小孝 名曰狼婶 从旁观剑 先抢刀在手 将满子一刀劈倒 再负一刀 将头割下 陷于晋侯之前 香公大喜曰 来居之勇 不及一小孝也 乃触退来居不用 立狼婶为车佑之职 狼婶谢恩而出 自卫乃受之于君 不往元帅先诊处拜谢 先诊心中颇有不悦之意 次日 香公同诸将 奏凯而归 因殡在居卧且回居卧 御寺还将之后 将秦帅孟明等三人 献服于太庙 然后施行 先以拜秦之功 告于殡馆 遂至尊息之事 香公催莫是藏 以表战功 母夫人迎是 因慧藏亦在居卧 以知三帅背秦之信 故意问香公曰 闻我兵得胜 孟明等俱备求职 此社稷之福也 但为之已曾诸禄否 香公曰 上位 文盈曰 秦晋事为婚姻 相语甚欢 孟明等贪功起信 妄动干戈 使两国恩辩为怨 无量秦君 必深恨此三人 我国杀之无义 不如纵之还秦 使其君自家诸禄 以示二国之愿 岂不美哉 香公曰 三帅用事于秦 获而纵之 恐已尽患 文盈曰 兵败者死 国有常行 处兵 处兵一败 得臣服诸 其秦国独无君法乎 况当时 尽惠公备职于秦 秦君且礼而归之 秦之有礼于我如此 区区败将 必欲自我行路 显见我国无情也 香公初诸不肯 文说道 放还会公之事 悚然动心 即使赵有思 誓三帅之求 纵归秦国 孟明党得托求戏 更不入谢 抱头鼠窜而逃 先诊方在家用饭 文晋侯已赦三帅 徒补入荐 怒气冲冲 问香公 秦求何在 香公曰 母夫人请放归即行 寡人以从之矣 先诊勃然拓香公之面曰 都 如此不知事如此 五夫千辛万苦 方获此求 乃坏于妇人之片言矣 放虎归山 一日毁之晚矣 香公方才醒悟 世面而谢曰 寡人之过也 遂问颁布中 谁人敢追勤求者 杨楚府愿望 先诊曰 将军用心 若追得便是第一公也 杨楚府驾起追 扎起 扎起斩将刀 出了驱卧西门 来追孟明 使臣有诗 赞香公 能容先诊 所以能似霸业 诗曰 妇人清丧五夫公 先诊当时怒气冲 世面容颜无孕意 方知四霸属香公 却说 孟明等三人 得托大难 路上相逸曰 我等若得渡河 便是再生 不然 有恐进军追悔 如之奈何 必到河上 并无一个传之 探曰 天觉我已 探生未觉 见一渔翁 荡着小艇 从西而来 口中唱歌曰 求援 离见戏 困鸟出笼 有人遇我戏 反败 违攻 孟明一起言 呼曰 渔翁度我 渔翁曰 我度秦人 不度近人 孟明曰 吾等正是秦人 可速度我 渔翁曰 子非小山失事之人也 孟明应曰 然 渔翁曰 吾奉公孙将军将令 特以州在此相后 以非一日矣 此州小 不堪重在 前行半里之城有大州 将军可以肃亡 说吧 那渔翁返赵而兮 非也似去了 三帅寻河而兮 未及半里 国有大船树枝 驳于河中 离岸有半箭之地 那渔州已自在笔招呼 孟明和西起白蚁 显足下船 未及撑开 东岸上早有一位将官乘车而至 乃大将杨楚府也 大叫 秦将且住 孟明等各个吃惊 虚于之间 杨楚府停车河岸 见孟明已在周中 心生于祭 解自家所成佐参之马 假托相公之命 赐予孟明 寡君恐将军不己于圣 使楚府将此两马 追赠将军 辽表相敬之意 扶起将军辅纳 杨楚府本意要哄孟明上岸相见 收马拜谢 乘机赴之 那孟明漏网之余 脱雀金沟去 回头再不来 心上也防这一招 如何再肯登岸 乃立于船头之上 遥望杨楚府 起手拜谢约 盟君不杀之恩 为会已多 岂敢复受两马之赐 此行寡君若不加路 三年之后当亲至上国 拜君之赐儿 杨楚府欲再开口 只见周师水手运奖下高 船已荡入中流去了 杨楚府枉然如有所失 闷闷而回 以孟明之言奏文于相公 先诚愤愤愈愈愈 彼云三年之后拜君之赐者 盖将伐尽报仇也 不如承其心拜丧气之日 心往伐之 以杜其谋 相公已为然 遂商议伐秦之事 话分两头 再说秦穆公 闻三帅为尽所获 又闷又怒 寝食俱沸 过了数日 又闻三帅以释放还规 西行余色 左又揭曰 孟明等丧师辱国 其罪当诛 西楚沙德臣以警三军 军亦当行此法也 穆公曰 故自不听简书百里希之言 已累及三帅 罪在于孤不在他人 乃素福迎之于骄 哭而厌之 复用三帅主兵 御加礼贷 百里希探曰 无父子复得相会 已出望外矣 遂告老至正 穆公仍以由于公孙之为左右庶长 待简书百里希之位 此话且割过一边 再说 进香公 正义伐秦 忽边利持报 今有敌主白布湖引兵犯戒 已过击城 望其发兵防御 香公大经约 敌尽无戏 如何相犯 先枕约 先军闻公 出王在敌 敌军以二伟 弃我君臣 宜住十二年 礼遇甚厚 即先军返国 敌军又遣人拜贺 送二伟还进 先军之势 从无一戒数伯 已及于敌 敌军念先军之好 隐忍不言 今其子白布湖四位 自视其勇 故承桑来法尔 香公语 先军勤于王室 未辖报及思恩 今敌军罚我之丧 事我仇也 自在为寡人创之 先枕再拜此语 陈奋秦帅之规 义时怒激 拓军之面 无礼甚矣 陈文 兵士上整 为礼可以整民 无礼之人不堪为帅 愿主公罢臣之职 别则良将 香公语 请为国发愤 乃忠心所及 寡人岂不量之 仅遇敌之举 非清不可 清其勿词 先枕不得已 领命而出 叛曰 我本欲死于秦 谁知却死于敌也 闻者亦莫会其意 香公自回将都去了 单说 先枕生了中军杖 典籍诸军 问众将 谁肯为前部先锋者 一人昂然而出曰 某愿望 先枕是知 乃心拜右车将军狼省也 先枕因他不来夜谢 已有不悦之意 今番自请冲锋 欲加不喜 遂骂曰 曰 而心尽小卒 而展意求 遂获重用 今大敌在境 如权无退让之意 其妙我帐下 无以良将也 郎省曰 小将愿为国家出力 元帅何故建祖 先枕曰 眼前亦不少出力之人 如有何谋勇 则敢言诸将之上 遂斥去不用 以胡居居 有小山家战之功 用以待之 郎省垂头叹气 恨恨而出 欲其有人显薄于土 问曰 文元帅选将欲敌 子安能再次闲行 郎省曰 我自请冲锋 本为国家出力 谁知返出了心诊纳斯之怒 他道我有何谋勇 不该演诸将之上 已将我霸之不用矣 先博大怒曰 先枕杜贤极能 我与你共起家丁 刺沙纳斯 以出胸中不平之气 便死也落得爽快 郎省曰 不可不可 大丈夫死必有益 死而不易 非永也 我以永受之于君 得为荣佑 先枕已为无永而处之 若死于不易 则我今日之备处 乃处于不易之人 凡是嫉妒者得借其口矣 子孤待之 先博探曰 子之高见 无不及也 遂与郎省同归 不在话下 后人有诗 欲仙枕处郎省之妃 诗曰 提歌斩将 勇如奔 车又超胜 属主恩 效力何故遭处逐 从来中勇 又冤吞 再说仙枕 用其子 先且居为先锋 鸾顿戏缺为左右队 胡叶姑 胡居居为和后 发车四百圣 出将都北门 望几城进发 两军相遇 各安营停荡 先诊换及诸将 受济约 基成有地 名曰大谷 谷中宽延 正乃车站之地 其旁多树木可以伏兵 鸾系二将 可分兵左右埋伏 待且居与敌交战 扬拜 引至谷中 扶兵齐起 敌主可勤也 二胡引兵接应 以防敌兵持旧 诸将如迹而行 先诊将大营 以后十余里安扎 此早 两下结阵 胡主白布胡亲自所战 先且居略战术河 引车而退 白布胡引着百余记奋勇来追 被先且居诱入大谷 左右扶兵俱起 白布胡逞失精神 左一冲右一突 胡记百余堪堪折进 进兵亦多损伤 两久 白布胡杀出重围 重莫能欲 将至谷口 遇着一员大将 挟刺里搜的一剑 正中白布胡面门 翻身落马 君士尚前秦之 射箭者 乃心败下军大夫 戏缺也 剑透脑后 白布胡荡时身死 戏缺任得是敌主 割下首级献功 时先枕在中营 闻之白布胡背货 举手向天连声曰 尽喉有福 尽喉有福 遂所执笔写表章一道 置于岸上 不通诸将得知 竟与营中心腹数人 乘单车持入敌阵 却说白布胡之地白敦 尚不知其兄之死 正欲引兵上前接应 忽见有单车持道 认识诱敌之兵 白敦即提刀出营 心枕横戈于间 瞪目大喝一声 目自尽烈 血流极灭 白敦大惊 倒退数十步 见其无忌 传令弓箭手为而射之 仙枕奋起神威 往来持咒 手杀头目三人 兵士二十余人 身上并无点伤 原来这些弓箭手惧怕仙枕之勇 仙字手软 剑发得没力了 又且仙枕身批宠凯 如何射得入去 仙枕见射不能伤 自探曰 吾不杀敌 吾以名吾勇 既知吾勇以 多杀何谓 吾将旧死于此 乃自解其甲已受箭 箭即如位 身死而尸不将扑 白敦欲断其手 见其怒目阳虚 不亦生时 心中大惧 有君士认得的 言 此乃晋中军元帅先诊 白敦乃率众罗拜 叹曰 真神仁也 筑曰 神许我归敌公养乎 则扑 师将力如故 乃改筑曰 神莫非欲还晋国否 我当送回 筑币失碎扑于车上 要知如何送回晋国 且看下回分解